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条轻松致富的捷径 那由谁想要踏上那个披荆战结的小路呢 正因为大家都想要有钱 但是又不想要慢慢有钱 所以马无夜草不肥 人无横财不负 成了许多人奋勇向前的行为罗盘 那像是投机炒股 或者是期货操作 甚至于是在知情 或者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加入以直销或者传销 为首法的老鼠会 活在高利诱惑的背后 往往隐藏的无尽凶险 今天 哲青要在这里为观众朋友来介绍的 就是台湾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 还被称作是诈骗十足的犯罪集团 红元机构 1980年代 台湾经济起飞 以前滚钱成了致富的王道 而红元集团以每个月四分力吸引了民众投资 在短短的八年就聚集了将近20万的投资人 而吸取民间的油资高达1000亿元 海内外的分公司开支善业 同时也跨足了金融股市 那么在这个市场上呼风欢迎 当年投资红元一股15万 而每个月可以配息四分 等于就是每个月你可以领到6000元的红利 会员只要投资超过6股就可以成为专员 然后专员又可以领到8000元的股心 再加上每个月36000的红利 如果我想一下每个月招募6股 就可以再领6000元的介绍费 更诱人的是这个介绍费还可以月领 只要完成6股的业绩 那薪资每个月就会60006000的成长 那为了成为专员 许多人拉得亲朋好友 集资90万 跟用金的人脉每个月6股6股的拉人入会 在1980年代的末期 投资红元集团成了全民运动 时间得回顾台湾的历史脉络 二战后 全球经济体受到极大的创伤 唯独台湾的经济却是逆风高飞 1951到1988年间 台湾年均经济成长达到9.57% 创造经济奇迹 稳坐亚洲四小农之首 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化发展 靠出口导向的贸易累积外汇 台湾籍 一时之间人民富有了 又无法满足于储蓄所获得的利息 社会游资充斥 于是地下投资公司应运而升 股票它是从2000点 大概涨到12000点的年代 所以整个经济在起飞 那起飞的情况之下 可能陆陆续续有一些 刚好我们就是这些 所谓的军公教人员 可能有一些的 我们讲说闲钱 地下投资公司 瞄准人民的闲钱 以给付高额利息引诱吸金 都说了是地下就是不合法 但这股歪风却从60年代起 从日本吹到台湾 玩其或起家的沈长生 搭着这波顺风车 1981年成立红源机构 沈长生 流铁球 还有余永明他们三个人 他们的想法 老百姓竟然向前看 而且大家社会上 弥漫的一股 就是一夜致富的心态 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 纸醉金迷 甚至他们持有三样东西 宾室 这个XO 甚至是所谓的满天星 到处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年代 所以你会发现 刚时候其实有这样一个部分 就是让红源 其实有一些可乘之机 让他们藉由这样一个时间点 刚好有机会可以崛起 小阿姨介绍回一个投资公司 好赚喔 那个利息又高 短短三个月后 我才放五万块进去 就变成五万六了喔 电视剧《1989》一念间 考究当时的社会氛围 也将最红的赚钱管道 红源机构纳入卸剧桥段 当年世纪小明 一传十 十传百 这么好赚的投资 到底要怎么参加 方式之一就是买红源的凭证 一股是十五万 一个月里票六千块 一年就七万二 那事实上他的年号报酬率是四十八% 你看你会发现 跟他这样的一个比较起来 真的是差很多 台营的行员就跟我讲 当年其实有很多公务人员 就放弃四十八% 因为去解业把钱拿回来 甚至于大部分人都有房地产 那就拿房地产去跟银行贷款 反正我贷款的利率 虽然那时候利率还蛮高的 不会像现在这么低 可是我相对的 我投资在红源 我那个差额真的很可观的 当时银行的一年定存利率 在5%到9%之间 但红源光是月息就有4% 只要投进十五万 每个月就能领六千元 这种暴利当然很吸引人 当他得到了好处 何康也行 他会不会好康到求过 他甚至于就在红源里面当干部 因为你再去拉人头来投资的话 那更好 这个我还给你佣金 达九十万元 买六股红源公司凭证 就能当他们的吸金专员 底薪八千 月息一样百分之四 每月红利三万六千元 如果每月对外募到六股 吸金成功 另可拿介绍费六千元 介绍费每个月都能领 他找到的几个他就成为专员 那专员之后 他就根据他的下限 他就可以抽成可以赚钱 甚至下限越多抽得越多 可是问题是 你会发现没有一个人 愿意一直到下限 他说一直不断的就是复制去找人 算一算进去红源上班 底薪红利介绍费加一加 第一个月就可拿五万元 洞洞口发挥三寸不烂之舌 每个月业绩都达标 第十二个月月薪高达十一万六千元 这笔钱在三十多年前 付一间双北郊区预售屋的投期款 挫挫有余 其实简单来讲是用高额利息的概念 甚至它可以告诉你说保证获利 或者说它其实事实上是一些 不合理的一些所谓的投资报酬率 燕妈妈 红源不是什么好公司 千万别再投资了 怎么会 我妹妹说这个比股票还安全 利欲熏星 这种话在当时没几个人听得进去 也就因为如此 红源机构成立不到三年 稀金一进百亿 北中南不但都有据点 而且越开越多 就连红源高层多年后都坦言 当初只想捞一票就走 没想到最后居然得永续经营 就是疫情人嘛 想赚钱嘛 想出这个办法 他们自己都吓一大跳 哇 怎么一下子 捧得撞得那么大 对 因为社会有这个需求嘛 你想想看我们经济起飞 而且大家口袋都是有钱 玩股票又来这边买那个筹资 那不是两头赚嘛 所以他们才一直壮大起来 今天OK你觉得不错啊 那事实上也有领到钱啊 领到钱之后就是一个拉一个 一个拉一个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当然 前面的老鼠有长到甜头 可是我常讲说 当你是家族的最会是老鼠了 事实上不止没有长到甜头 可能你会发现投进去的东西 其实是血本无归 而且欲哭无泪 老鼠会最可怕的是 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是不是最后那只老鼠 为了拉更多的老鼠加入 红元宣称发出的获利 都是集合大宋手头上的小额资金 做有计划 有效率 多元化的运用 投入国外金融市场 选择多角化的投资管道 以求取最大的利润 红元机构的刊物还真的采访过 位在印尼的分公司 好几台打字机排一排 白板上是最新的黄金交易价格 职员坐在电脑前办公 也有类似分析师的人 研究最新的经贸局势 一切都煞有其事 但实际获利数字 红元从来没有公布过 反倒不断找海外分公司的人 回台向投资大众演讲 宣扬洪元在海外的破例能力 讲得头头是道 就算是投钱进去的西京专员 也听不出破绽 他的那个模式是绝对不可行的 因为他远超过正常利润 就算是你在海外投资 有没有听过超过40% 那就好了 对吧 他给的甚至于超过40% 那他钱从哪里来 还加上管理费 有没有税金 一大堆了 他在发放他所谓的这个利息的时候 他是用一栏一栏的 这样子一个车子进来 然后再放公司 然后他们去引现金的方式 我今天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来就是发放我的利息的 所以说基本上一定是 这个资金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每月四分立按时发放 搭盖出红元机构 对投资人的诚信 投资人对红元也深信不疑 一名60岁的老兵投书称 自己是贵州人 家里穷 15岁就当兵了 来到台湾后 流血流汗的工作 竟然不能好好养活家小 直到民国75年 投入全部的退休金 家里的生活获得大大的改善 他说没有红元 哪有我们 事实上红元绝大多数的投资人 都是过千来台的外省军公教居多 很多人终于清醒 两奖父子无法带他们回家 在台湾又没房没地 危机意识迫使他们必须依靠红元 来为他们的下半辈子打算 军公教 收入有限 未来也要怎么办 怎么规划 这还算是中上的 真正贫穷人没有储蓄 那军公教人员可能 对于当年的一个时代背景 对于一些所谓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党国的一些部分 其实是信仰是比较深的 所以他说哎呀他既然都是用 这样的一个漆海漂洋的一个画面 或这样一个部分来组织起来 大家就会觉得哎呀好像 今天他本身就是也是一个 这个中党还有跟我们的理念是相近的 旗海漂洋 而且服装配色一致 如同五颜六色的波浪般 观众手里拿着扇子 还能在看台上变化不同的主案 火烧中华体育馆那一天 红元机构就是在这儿 举办第四届运动大会 借此凝聚投资大众的相信力 我对红元有信心 是杂志美边为这张照片下的注解 在当时谁也没想到 红元会有玩不下去的一天 2022年2月 一名台籍男子倒握在厦门的防疫旅馆里 被发现的时候 早已失去了呼吸跟心跳 而这名男子的猝死 为什么会引起台湾媒体的高度关注呢 原来他就是在33年前 国内最大的诈骗集团 红元机构的创办人 沈长生 那些年的沈长生 在投资人的眼中 如同神明一般的存在 不仅既已有道 还因为他笃信的密宗 他虔诚慈悲的形象 让民众对他更加的深信不疑 甘愿封上大把大把的钞票 期待红元帝国能够带领终生脱离贫困 1988年气势如虹的神洞 高调迎娶了玉女红心 吃丝 轰动了港台两地 但是有谁又会想到 失业爱情两得意的救世主 即将要摔下神台 1980年代的投资客 只要有幸能亲眼见上他一面 就犹如财神爷在自己眼前降临一般 还会不由自主地喊他一声神董 有人说他是姓神 那有人说因为他把他神格化了 就变成是那个神化的神 变成是神董 神董只要出现在公开场合 就像偶像剧里的霸气总裁 大批高层列队欢迎 除了亲信 没人知道他的行踪 更没人可以直接联络他 低调又神秘 他找他的干部他一定都要找得到 可是别人要找他 对不起 要么就是透过他的一些中间人 可能透过他的律师 或是透过一些相关的人 可能去做这样一个处理 要不然就是说 可能我必须要在家里面 等到他的电话 事实上他才会跟你再做联络 沈昌生究竟是财神爷在世 还是玩弄人心于股掌之上恶魔 犹如包上糖蜜的毒药 让投资人轻易上瘾 再难放手 他犹如神一般的存在 却也是虔诚的密宗信徒 乐善好施的形象 更加深投资人对他的信任 那可能也请了一些 可能在远至西藏的合照来 那做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 事实上 他也包装成 他是一个虔诚教徒的形象 甚至是一个慈悲者 沈昌生的炼金术就此原地展开 他向信众表示 宏元集团采取多角化经营 花足国际 涉猎海外市场 国内同样大张旗鼓的进军各界 创立宏元建设公司 百货公司 不仅买下整支篮球队 累球队 订购其他产业 宏元旗下就有12间子公司 经营项目 琳琅满目 而且这个东西都是看得到的 而且都是指标性的 因为这样子口味相传 做一些口碑行销 甚至让这些人 能够更愿意去投进去 做这件事 广告嘛 让你看到你的钱 这就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广告 叫Your Money is Work 你的钱还是在那儿 在帮你赚钱 我觉得他可能试图想要营造 当时候这样子的一个 王永庆这样的一个 这个经营之神的成功经验 他也希望能够打造 他的一个事业版图跟帝国 沈长生在他的红源帝国里 呼风唤雨 他的王国里也即将迎来美人相伴 被誉为绝代佳人的师司 16岁那年考进邵氏电影 阴风沙沙的侠女气质 深受观众喜爱 奠定武侠女主角 一线地位 红回台湾的师司 主演连续剧《飞燕金龙》 演艺事业在盘巅峰 亮眼的外形深深吸引沈长生 这部由师司主演的领头姐 幕后金主就是沈长生投资的电影公司所拍摄 两人情投意合 1988年结尾连礼 轰动港台两地 这间五六十平大的房子 就是沈长生送给他老婆的爱的小窝 位在台北市新生南路上的豪宅 当年可是号称沈长生与师司的行工 红源垮台后一度成为红源破产的监察人办公室 师司嫁给沈长生不久后 红源集团倒闭 两人的婚姻也在1992年画下句点 沈长生用谎言打造的金钱帝国 完美包装 迷惑人心 但贪念深耕发芽 又有谁能轻易看见 所谓的同资获利 全是海市蜃楼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 全球超过20亿的人口 都仰赖并参与着地下经济 有学者帮他灌上一个好听的发语名词 叫Tiporia 意思就是充满了创造力 灵活而且想象力的经济模式 而今天依然活络在民间 我们小时候常在听对回 其实就是最明显的案例 而游走在法治跟道德边缘的低体系 它其实最重要的是仰赖人跟人之间的信任 如果信用崩坏 灾难就会从人心的幽暗处诞生 而以利套利的金钱游戏 其实早在远古时代就十分的泛滥 那么罗马帝国最早的成文法 十二同标法 它里面就有规定 就任何的借贷 利息最高最高只能到百分之十 或者就可以极高的罚金 不过呢 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 都没有横守规矩就是了 而哲学家赛内加在自己的著作就提到 什么叫做类型 什么就是本金回收 这些名词难道不是因为人心的贪婪 或好意勿劳所创造发明出来的吗 其实没有人比赛内加更清楚 低体系是如何运作的 因为他曾经在撒丁尼亚 就从事了吸金放贷的黑心事业 那正因为人们对这个放贷套利的行为 深恶痛绝 所以新约圣经才会有 骆驼穿过真眼 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1987年 调查局着手侦办红元集团 他发现了有大量的资金流向中国 恐怕会有危害国安的疑虑 不过政府要拔掉红元的虎牙 却也要担心投资大众强烈的反弹 1989年 政府修改了银行法 确立了非金融机构不得吸收资金 那红元机构呢随其大规模的 来大动作的来发行专刊 并且以口号 冰来降挡 水来吐烟 零出金的高调宣传 试图稳固投资人的信心 更大张旗鼓的举办团结大会 红元呢甚至画出了大饼强调 集团绝对可以合法化 这些哄骗投资人的手段 真的可以让红元度过危机吗 已经是确定了 今天红元集团已经正式宣布 全面停止出金 并停发获利 许多他们借用的股票呢 今天也是跌停盘收盘 红元中感冒 股市跟着哀哄片也 1990年1月10日 红元机构负责人沈长生 吴玉锦宣布停止出金 也就是无法领回本金 利息一并支付 他进来的钱 没有办法来应应他出去的钱的时候 他必须要 银蛋充沛的红元集团 最强时期投资人多达20万 吸金总额959亿 而且在1985到1988年间 因为谣言引发投资人疑虑 历经爆发三次 挤兑危机 都能安然度过 靠的就是沈长生的霸气 停止出金 但获利照发 让徒子大众相信 沈董不会少给一毛钱 所以当1989年 红元再度遭遇0713风暴 沈长生依旧相信 逃鬼新的鬼 因为他零出金 然后呼吁 然后到处说 给我三个月先 但这回恐怕不是沈长生 所想的那么简单 国家档案揭露 自1987年起 调查局便查出红元 前进中共 有危害国安的疑虑 他能够吸取台湾的 很多的资金 那或许就被人家怀疑说 他把这些资金 转到大陆去 甚至说大陆跟这个红人公司 有所往来 他可能会对台湾的经济 引起一波很大的影响 然而政府要把红元的牙 却生怕投资大众反弹 显得投赎机器 把一个不该发生的现象 事情就让它延续延续 因为那个知道 那是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所以等到它一定破 对吧 所以没有人敢碰它 一碰就是你的责任 可能不管是发生挤兑 或是这么多人 就是导致整个金融秩序的崩盘 其实我们这都是可能 他们担心的一个状况 1989年政府修改《银行法》 确定非金融机构 不得吸收资金 对投资人喊话 别再相信红元 为了巩固投资人信心 红元内部刊物宣传 兵来降党 水来土淹 零出金 暂停出金就是保障 投资人的权益 还在彰化体育馆 大张旗鼓举办 红元人团结大会 他自己应该意识到 他其实可能有一些危机了 不过在这个部分当中 他希望能够营造一个气氛 就是说团结 而且你们相信我 那明天会更好 那我一起共同地挺过 这样一个难关 红元甚至画大饼 说自己可以合法化 他怎么可能合法 他所有的账户都不完整 对吧 而他一群人也不是做金融的人 他根本就是个芯片集团 他也从中合理 他怎么可能 明知不可能 但话还是得说满 沈长生在自家看部上说 在我来讲 投资公司不是人做的 不论做得好坏都有人批评 就因为我们是地下 我不能吃也不能睡 就是心里有孤单 因为我肩膀上有太多 太重的责任 别人的钱比自己的钱更要命 那就是我觉得他做的这些事情 其实都只是在帮这些 所谓的投资者打预防针 让这些投资者能够安心 但光靠哄骗投资人 并不能让红元挺过危机 关键在于 红元自1988年8月宣布 新客户入金 也就是对红元投资 获利从月息4分降到2分 隔年再把利息降低到月息1分4 显示红元已无力支付庞大的利息 但月息1分4毫无诱因 根本吸不了什么心血 当时红元一天利息就要喷2亿 还有应付要求赎回的出金吃血 但入金才吸收23亿元 杯水车薪 而且入不不出 妈 你放在那个红元的钱 赎回来了没有 没有 还没有赎回来 来不及抽腿的恐怕血本无归 1990年1月红元决议 若入金再不理想 只好停发获利并结束营业 很多人就是想着要去拿本金回来 事实上他根本付出这么多钱 一个 两个 三个 五个 十个 那越来越多人根本就没办法做了 那到最后他真的就崩盘了 心债养旧债的金钱游戏席卷台湾的80年代 当老鼠不再吃饵 当心血不再注入 红元帝国注定寿终正寝 沈长生追起追求地下经济泡沫 幻灭仅在一夕之间 在1980年代末轰动台湾的红元案 其实我们家也是受害者 这一张30万的凭证 是老先生跟老太太们 慈慕之年的梦想所托 那依据通货膨胀率的计算 相当于今天新台币107万 而在我看来 白纸黑纸 胖金滚鸣的字句 看起来格外的共词 想当年公公跟婆婆她们 从内地流亡到湘江 再透过申请来到台湾 经过数十年的偏手执足 好蓬莉在晚年挣到了一笔钱 可以寒一弄孙安养天年 当初我们想一想 拿出100万投资的起薪动念 其实不足外人所到 无论是左邻右舍的宣传渲染 或者是亲朋好友的人情劝说 其实哲学家沙特说的没有错 通往地狱的路 往往是由善意的砖所铺设而成的 而当年红云岸爆发的时候 家族的公公跟婆婆 听到消息的时候 她眼见大半辈子的辛苦积蓄 变成了一张张的辈子 他们竟然当场吐血晕眩 就此倒下一病不起 不久之后 长辈们都一一的联系 所以每当家庭里面 我们在谈到当年的红云案 我们就心中对无知的怨跟痛 对黑心无良的恨 还有对加害者那种无所谓的憎恨 都变成了家族历史中 最让人心痛的一面 她就一天到我们 到我们法院来闹 那你又要面对这些投资人的愤怒 时间推回一年前 1990年初 红云宣布停止出金 给付利息 苦撑半年 激进倒闭 8月20日 调查局大动作搜索红云机构 沈长生训后遭到收押 连同他在内共81人 统统遭到起诉 红云名下资产大约230多亿 检方不排除沈长生 另将财产 无鬼搬运 移往海外 他有一点小聪明 为什么小聪明 你想想看当年七十几年的时候 他可以说是始作俑者吗 因为这个吸睛这种东西 这种玩这种金钱游戏 也要用点脑筋的啊 而且他知道人性的贪婪 沈长生锒铛入狱 人不该海派作风 在看守所内不但聘请育友 当保镖 还有专属大厨定时送餐点 坐牢乡度假敢这么嚣张 就是因为外头的投资大众 还有一票人 期待他东山再起 因为他之前因为这么多的话术 也养出了非常多的死忠的 这样的一个粉丝 或者是信徒 好 这么多的粉丝信徒 他相信他是有还款能力的 所以如果我今天和解 某些时候可能 也许还可以要回一点东西来 投资人中主张与沈长生和解的 组成投资人自救委员会 他们写信给当时的行政院长郝博春 求政府给红源一条深路 希望政府能够有 这一些所谓的和解的基础 让红源公司继续再营运 继续再营运 他们每一个月才能拿回来 他们所投资的这一些所谓的款项 期盼红源浴火重生 只怕是和解派债权人 一厢情愿的想法 红源根本没办法清偿所有债务 如果当年没有用破产的话 其实所有投资人一毛钱都要不回来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资产全部都增计在红源公司名下 那没有红瑞的东西 红瑞是空的 投资人手上的凭证都是红瑞公司发行 但红瑞是红源旗下的一家纸上公司 根本没有资产 投资人求偿无门 因为它只有红源这个公司是合法的法人 那其他都不是嘛 它不管用什么红什么什么都是违法的 所以它干脆给它破产了 因为破产了以后 在法律上我们选择破产管理人 所有这个破产人的财产 全部都不能动了不能处分了 全部都被扣押嘛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对投资人至少有个保障嘛 1991年5月8日台北地院裁定 红源公司沈长生余永明的破产 此举引爆和解派怒火 要求监察院弹劾沈长法官 使他遭受莫大压力 有人可能很生气说你为什么让他破产 因为你破产的话 我就没办法再继续出金了 也没办法再拿到红利了 我当然你破产了 那我就损失惨重了 我们投资进去了 结果没有想到 不到一年 他就倒闭了 以前710万 这是你的退销机 这是我的退销机 也是我们的多数年来 村里叫他一下子端走了 我们要拿回来拿不回来了 我们过去可以找这个 这个沈长生 到地方法院去了 我们找谁 红源案受害人前连之广 法官和破产管理人动辄得救 2008年8月 一群八九十岁的老人家 顶着艳阳到法院和监察院 控告破产管理人失职 擅自标售土地还涉嫌侵占金钱 就连法官清算 拍卖分配 红源资产都是苦财势 留下来都是很难卖的 人们像说青竹穹林乡的 那个什么山坡地 我们用法拍的话 我们可以全省公告 那找人来投标嘛 所以我也花了很多的心血 说实在的 然后好不容易就把它全部都卖完了 郑立彦是在2008年接手红源案 在他之前已经历任九任法官 可想而知红源案有多么复杂难办 郑立彦有丰富的法拍经验 他处理完所有红源集团的土地 要执行第六次分配 发公文给债权人 问题又来了 就有一个民众就到基隆的一个派出所去拿 怎么红源还有钱可以领 他就问那个所长 他说所长 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拜托 那个所长也不打个电话说问我 说政法官你有没有发这张公文 竟然跟那个人就随口一讲 这个是诈骗集团你不要理他 你收到公文就在做处理这样子 五次钱你都没有领租的话 我大概离开了 我会帮这个管理人案 询问电话打报法院办公室 收到的担心自己被诈骗集团盯上 你收到的 则是怕自己被遗忘 就打电话说我也是红源投资人 我为什么没有接到 那个要罚款的通知 一分钟一通电话 我们全院的所有的员工 大家连我们院长都接到这个电话 这里也推估 红源案的受害者 最后顶多只能拿回本金的一成 而经过十多年的审理 许多债权人 已不在人世 钱要怎么给伤头脑筋 我怎样给他算起来 大概死了三万人 那我这三万人 我总不可能把他钱放到 找他的坟墓给他放到坟钱吧 他的坟费法怎么办 而且他也不能用汇款的 因为他死了账户也不能用了 那我又怎么样 我一定要找他继承人 所以你知道那个可能花了多少时间 至于始作俑者 沈长生吸了近千亿 最终只被判七年徒刑 而且关了四年就假释出狱 依旧吃香喝辣 因为有记者实际下来跟我讲 说他们曾经在发现 沈长生在阳明山住别墅 他来也是一副那个样子 好像说我就是真的没办法了 我现在年纪也大了 你说我还能够在社会上赚什么钱 那后来我就没办法 因为说实在的 我们也要有积极证据 如果那样的话 说实在我会管收他 最后郑立彦没有管收沈长生 而再度听到沈长生的消息 却是2022年 传出他病逝在厦门的防疫旅馆 享年79岁 我常常讲沈长生 那个雷曼兄弟 其实是学他的 只是雷曼兄弟 他是比较厉害 他是透过国际的金融机构 沈长生那时候还没有办法 因为那时候他只能透过人嘛 其中人未散 直到现在 洪源案的被害人 不时被犯罪集团利用他们 想拿回本金的脆弱心理 诱骗购买铃骨塔 谎称转卖就能得手上益 所以我爸妈他们已经被骗了好多钱 然后甚至连房子都被带去贷款 洪源案在他们心中烙印顺顺的伤痕 如今还要被诈骗集团 拨一层皮叫他们情何以堪 人有一个观念 我只要命还在 我不怕我享受不到 这样了解吧 我现在纵使刷具关 我们还有假释制度 甚至于还可以有办法的 还可以到外衣间 很舒服啊 只不过是暂时的短暂上置自由嘛 反正我出来还是一条龙嘛 其实我们在做一些相关的研究 其实也有一些车手 或是一些贷款型的成员 他们就表示一件事情 如果他们有机会出去之后 他们还要再做 因为真的太好赚了 所以某些时候你会发现 当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跟氛围形成的时候 那我们难保说他大概 会不会可能再去重操就业 而且这些下边前的成员是会进化的 一直不断进化 你会发现从车手 车手头到什么睡房 到最后可能他就变成是一个首脑 可能都不到30岁 你看我们说史燕文 是不是武功高强 其实我告诉你 我在想 那个后面的总定人才是可怕 来无影去无中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直没办法 抓到最大咖的原因 因为他知道嘛 我走在第一线一定容易曝光 就会被抓嘛 那我在后面我只要用钱来收买 总是有人为我笑命嘛 这个才是我们头痛的地方 检讨被害人不是最好的办法 但只要人心贪婪 诈骗就永远不会消失 台湾沦为诈骗昏床 但政府的脚步永远跟不上 犯罪集团进化的速度 如何从查气 侦办到判刑 更有效地遏止歪风 端看政府打炸的决心 现代社会无论是体育赛事 或者是大型集会 那体育馆一直都是举办活动的 重要场所 而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体育场 是位于希腊 波罗本里萨半岛上面的 奥林匹亚体育场 公元前776年 古代奥运会就在这个地方举行 而时至今至全球的体育场馆 所打造出来的空间 都是以希腊帕纳西纳克体育馆为原型 这座古代的体育场 经过了长时间的挖掘 跟翻新之后 曾经在1870年 还有在1875年 有举办过古代奥运的复兴赛会 那之后呢 分别在1896年 举办了第一届的现代奥运 还有1906年的润年奥运会 还有2004年的夏季奥运会 成为当今世界上第一个 而且仍然持续使用的古代体育场 而台湾的中华体育馆 也值得跟朋友们来分享 那我们先把时间把它推回到1960年 台湾在亚洲杯篮球锦标赛 勇夺亚军 同时也争取到了下一届的主办权 不过政府却是酬云产物 因为全台湾根本没有一块 能够举办国际赛事的场地 当时这个地产大亨 林国昌先生大手一挥 捐钱又捐地 同时也邀请了顶尖的建筑师 谢文昌先生来规划蓝图 到了1903年 中华体育馆应运而生 往后 无论是国际赛事 国庆晚会 乐坛的天王歌后 各种举足轻重的艺文活动 都在这里挥洒热情 中华体育馆陪伴台湾的时间 想一想却只有短短的25年 十分的可惜 原因是1988年 红圆集团举办的运动大会 在馆内来施放冲天炮助兴 中华体育馆瞬间就遭到了大火吞噬 去台北小巨蛋朝圣 听天王天后开唱 享受视听震撼 但你知道吗 台湾第一代的巨蛋场馆在哪里 第二届亚洲杯篮球锦标赛 于11月20号 在新建完成的中华体育馆隆重节目 在巨蛋问世之前 位在台北市南京东路上的中华体育馆 可说是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场馆 两岸分治之后 其实对于谁才是真正正统的中国 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是很担心的 所以为了要争取所谓的真正的中国 所以其实我们会举办 非常多的一些体育的活动 之所以兴建中华体育馆 必须先从第一届亚洲杯篮球锦标赛开始说起 1960年在马尼拉举行 七队中中华民国勇夺亚军 篮球协会也趁盛追击 争取到下届主办权 没想到当时大型篮球赛惯用的三军球场 却面临拆除的命运 官方的文献是说 使用的年限已经到了 那当然第二种 就是有非常多的一些资料呈现 就是可能经费上等等的一些问题 没有场地 这可让蓝鞋逃抗马尼修 原本应该在1962年举办的第二届比赛 因为找不出场馆 硬是延后了一年 如果没办法比赛 台湾恐怕一笑国际 这时泰国华桥林国厂挺身就火 它在台湾当时的投资 其实一开始是面粉厂 其实它在东南亚很重要的一个王牌 就是这个木材业 所以它原本就有一块这个小小的土地 大概一千多平 所以它又再把附近的这个土地又再买下来 然后又再投资了几千万来新建这个中华体育馆 其实它愿意提供三千万的这个资金 那时候等于是天文数字 而且事实上我们现在都觉得很肥夷所思的 基本上是百分之百这个民间赤字 那事实上也没有任何相关的这个法规去保障 它可能有经营权等等 凭着一颗爱国心 林国厂站出来 出钱又捐地 蓝鞋与政府协调各方障碍 终于在1963年3月28日举行动图典礼 由建筑师谢文昌设计操刀 因为他们给他的任务是很可怕的 我们很清楚这个11月要开始比赛 然后原则上来讲 等于3月才排版第安 那这中间要从什么 要从设计 制图 建造 验收 1962年开始动工新建 此后屹立在台北市敦跨北路45年的中台宾馆 就是谢文昌的作品 但几乎是同一时间又要在六个月内 盖好一座体育馆 对谢文昌来说 不但蜡烛两头烧 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 不像现在有专业的建筑团队分工 谢文昌必须一手包办大小事 在紧迫的时间压力下 变出一座崭新又安全的场馆 一个体育赛事如果要一万多人在 他怎么样疏散要很快速的疏散是很重要 所以他就采取这个应该说是12点钟方向 让大家很容易去辨认方位 1963年10月10日中华体育馆完工 四层楼高占地一千坪 最多可容纳一万五千人 共有13个出入口 屋顶上有两万盏灯 照明效果一流 也有抗回音的设计 无论是电子计分看板或蓝框蓝板 都是符合国际赛事标准的最新产品 第一个是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场地 第二个它盖起来就是一个圆形的 所以它的视野是非常好 此后不仅是体育赛事或国庆晚会 中华体育馆更成为一人活动 炙手可热的举办地点 本来是为了临时性的赛制设计的建筑物 最后可以不是成果 而是非常大气的协助大家 从台湾很艰难的年代到台湾籍 这个年代 从一个简单的 只是为国争光的体育赛事 到最后让台湾的游戏流行音乐 变成一个超级发光发热的舞台 80年代台湾乐坛的天王天后 不在中华体育馆开场 中华体育馆不只作为比赛用途 更是当时台湾重要的活动场观 也包括1988年11月21日 红园机构第四届员工运动大会 那个员工的活动其实是办得非常的盛大 所以非常多的这个员工都来参与 红园有的是钱 大手笔租下中华体育馆 看台上坐无虚席 还有人拿彩球扇子挥舞 Dress Code让产女员工颜色整齐化衣 上中央各集团事业部 始初浑身结束又是啦啦队 又是趣味竞赛 全场热闹滚滚 那在那个时候呢 为了要创造很多的这个欢乐的气氛 所以在表演的时候 他们就施放那个冲天炮 那冲天炮放上去之后呢 其实就燃烧了 在屋顶上面的那个防火层 是用那个保力容 比较轻的东西来做的 因为它比较轻 然后当时也不像现在的技术这样子 所以当时其实烧的时候就把整个屋顶把它烧掉了 等于是它应该说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的作品 我父亲非常大气 任何的人造物都没有全力永远地占领一个实体空间 火灾之后 原本红圆集团承诺修复 最后因为财务出状况 无力兑现 中华体育馆最后全部拆除 原址一直闲置至今 它的对面已经有一座更新颖的台北小巨蛋 这块地未来将如何使用 屡屡成为外界主目焦点 25年的风华绝代 中华体育馆带给无数人欢笑与泪水 随着红圆集团一起走入历史 也令人不胜唏嘘 中国历史上地下经济 也就是低体系极度发达的大明帝国 同时也是诈骗横行的年代 后人为了端正视听 同时也避免更多的受害者出现 作家张映瑜他写下了全名 鼎河江湖历篮度骗新书的骗金 而这本书总会了五花八门的骗局骗数 也策写了晚明末世的社会排单 其中又特别的强调 不勤不得不减不疯 财务必由勤苦而厚德 得之必节俭而厚风 从新冠肺炎所造成的经济休克 俄乌战争所引爆的金融震荡 甚至于是通货膨胀灾难 让我们对未来的更加不安 其实此时此刻的我们 除了勇敢地迈开脚步之外 更应该回头看看历史的训诫 来汲取这些让我们趋吉避凶的智慧 读冠俊书习惯理书 是为了回家与你分享故事 我是谢德青 感谢你的收看 导渡台湾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